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2014年一场车祸本身型骨折 昨天就是进行平台本身型骨折 当时是估计热江省最好的第二个医院 今天是华东医区最好的骨护医院 当时医生给我做了手术 脸色上了钢板 上了钢板以后 后来我就大概住了三四天以后就出院了 但是我刚回到家里的时候 右侧钢板的伤口就开始游龙了 游龙了以后 然后我去医院里面 医生给我说 用恒外线后那几天以后 又回家了 后来我回家几天以后 又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 又是游龙 医生又让我住院了 他当时跟我说 他说你这个 游龙的原因就是说 你的钢板跟你的腿的骨头 两个是有排力反应的 就是说你必须 取出其中一侧的钢板 那因为也不懂 也不知道医生怎么说 那就怎么做吧 当时就取掉了 右侧的钢板 取掉钢板以后 本来医生眼里说 钢板熟了以后 你就没有事了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取出来以后 当时就是说 冯姓冯少年后 还没有出院的话 就是说又是游龙了 就是说而且 医生就是感染 然后就给我轻疼 轻疼了很多次 到十月份多月 第三次多月的时候 就是说是十月份多的 到2015年快春节的时候 还是没有好 后来也没办法 因为是右侧门脸色 那就是不是很严重 后来我就回去了 但是到15年的时候 15年5月份的时候 又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 左侧的钢板 把皮肤戳破掉了 就是说 出了很大的洞 那没有办法 也只能右侧里面去了 但是医生就说 他说这回呢 就是说 把这些钢板取出来以后 你就没有问题了 事实上 就是正常的这种钢板取出来 要一年多之间的 他说我这个 只有四五个月之间 那问到腿不感染了也 没办法 只好把钢板又取出来 但是取出来也没有好 没有好 就是说 就是说 而且 就是说 情况来说 越来越就是说 越不好 只要一重上的话 他就 又那个了 所以说 来来都会 往返医院 就是说不次 直到 就是2015年7月份的时候 他还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伤口始终是不约合的 因为我住的是 那个 最好的医院 然后 主治医生也是最好的 然后我这个医生的话 就是说 他是全国各地 包括浙江 浙江省 全国各地 很多宜兰杂症 都是路面来找他的 那么他现在就说 那我在做一期 他有说 因为他 因为我这个 这个 这个病的话 包括所有的 骨科所有的医生都知道 因为他们才会得的 经常说 我这个症状 医生应该怎么来处理 但是他们 是说 没有得到一个更好的 就是最好的方法 每天早上呢 因为 每天早上都在插房的 然后 补着医生 然后摇摇头 你 你是不是皮肤有问题啊 你 你有没有糖尿病啊 其实每次做手术之前的话 我这些检查都做过的 都是没有的 后来我就实在 如果说 因为主治医生 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生都这样问我的话 那我是 这个医院的保卫 我也必须 不要放弃了 因为 首先 每次住院的时候 医生就问我 你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我说 还可以 到最后呢 我就说 实在是 还可以的 一定是 就是说 这份的一些积蓄啊 几乎全部都用光了 然后 我们家先生 因为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 他要带孩子 就是说 然后来回奔波于医院 这样 跑来跑去 都没有 就是说工作啊 这种失利啊 全部都耽误了 一定是家徒私地啊 再去 首先这一块医院 看不好我 然后我如果再去其他的医院 可能也是同样的问题 而且我就 面临着经济的问题 所以 我说 那是怎么办呢 我不能放弃啊 我有那么 还有两个那么小的孩子 怎么办 后来 就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有人跟我说 杭州有个潮王若原生点 要不你试一下 后来 我 出院了当天 我没有回家 我就直接 打电话给潮王若的师兄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这种情况 他们就是 老师啊 每个师兄都可以慈悲 当时 老师 他接到我的电话 他就 请了我的 诉说以后 他就分析了 我的病情 就是说我的情况 他就说 你的美食感 你肯定那些都好的 一波外面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说 热能不足嘛 热能不足 你没有的 你的体伤嘛 然后 你没有重视 就是罗伯夫嘛 如果说 有只眼睛也用好了嘛 就是说 再在师兄的帮助下 肯定能好的 然后 当天 就有师兄到我们家 那个师兄呢 我当时去 杭州亲戚 非常的 这个 不温度的话 一般 中午的时候 39到40多左右 但是这个师兄 非常非常的慈悲 每天中午 就是说他一下班以后 短暂的 中间半个小时休息 就到我家来 给我安提 然后 因为他的 就是说整个 素养非常好了 他不光是说 给我安提 还给我讲很多 很多的关于 就是 更方便的东西 就是说 叫我辛苦 要知道 要有信心什么的 都给我很多安慰了 然后就 经过 然后他们 就是说 从7月份到8月份 就是一直都给我 讲 仔细安提 后来我的 就是慢慢慢慢 好起来了 然后 但是 情况还不是这样 后来 又一次爆发了 爆发了就是说 因为当时是右侧 左侧这里 然后右侧 又突然爆发 爆发起来了 爆发起来了 那这时候 就是非常痛 但是我已经不紧张了 因为是从 他们就说 就 就是说 你不要害怕 就是说 你还是热能不足 和起伤 只要不然这两个人 就是说 弄好了以后 你肯定会好的 那虽然后面 就是说 桥里用了其他 因为7月份到10月份 大概 今天要四五个月以后吧 那我就 就是说 从聚种 然后从牛笼 然后从慢慢慢慢 就真的就是说 全部恢复了 最重的时候 就是说 我是躺在床上 一动也不能动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痛 日夜日夜的痛 就是说 24小时痛 几乎没有办法睡觉了 那就是说 不说行走了 根本是走不了 人也走不了 就是一个字 躺在床上 但是到了10月份的时候 就是说 基本上 那个伤口一口 然后我就可以 处着 快着慢慢走 再以后 就到12月份的时候 我就可以自己 开车到公园前去 在那 再到后面 就是说 基本上 就 再加上运动 因为我 整个期间 还是非常 老实听话的 师兄让我 就是说 重视另外一个人 那我基本上 就是 二十四小时 都做到了 所以 所以我现在就 恢复得很好 谢谢大家 我问你一下 你那时候 受伤最严重的时候 那时候 都是出来 都是 人家载你 还是推轮你 还是自己租管帐 都是 把我抬到人家上面 然后推着我 到医院 我都是 飞在床上 推着我 那一点不能推 所以你 没办法走路 都是推轮椅在 在做的 人家帮你的 对 就是 做的 做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最严重的时候 是文化的 就是师兄到我家里 在床上和我做的 是 就是 坚持了很长时间 就是说 三四个月之间 师兄就会每天过去的 然后 然后不光是做 而且就是说 更好便知道 所以让我们有信心 那西医 当时候一直处理不好的时候 他有没有跟你说 最坏情况 或是 要做什么处理的 他没有告诉我什么 他就是不知道我怎么样 但是他也比较重要 那你是这个事 你就那个事嘛 这个事都好 他没有告诉我 没有告诉我 然后他 我追问医院的时候 他说 他说 你这个病啊 治不好了 那我当社医院说 治不好 那我就回家了 然后再给花钱赶紧吧 那我就回家了 那不行 你今天住在那里治吧 坐到什么时候 我就坐到什么时候 我才说 是是 好 了解 其实我听起来 他那时候讲得更仔细 其实他有时候 都是推轮椅去志工那里 然后由他们来帮忙 那也看他这样烂到这样 他也以为 大概 很多人 尤其医生 我相信也是摇头了 而且他那时候过程 好有发高烧是吗 是的 发 发高烧就是说 入院时间里 发高烧十几天 回到家里 发高烧十几天 每天四十个度就是说 早上发烧 到周末的人 天长到晚上的时候 又开始发高烧 就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 因为就是说 家园人生 不知道我的脑 比如说我今天在哪里 但是就是说 原时间的床 原时间的事情 他知道我 比如说我起初在哪里 所以他必须要处理他 这非常有效果 是 我认为这个志 他们那个团队的志工 我还是要肯定 为什么 他在过程中发高烧的时候 他们一直都安慰他 而且也跟他讲 这是严重热能不足 然后这一方方面面都做到 所以 要不然一直发高烧 会消耗很多热能 甚至热能耗尽 也会有严重威胁生命嘛 我们说重症很可能到重病 这个我们都讲过 那志工那时候观念就很清晰 一直要叫他温敷 是吧 还有内外热炎 对 那我那时候就是 几乎是 因为我买了一个电动衣 就这样看在身上 然后腿是电热炎 就是 那就是 将 那个 将礼服好 然后外面再高个小电热炎 就是24小时候这样 这样去那个 然后身上会很多很多的汗 虚汗 一千年礼服的话 所以说换了 好换了五六头 毛巾吃几条 潮了吗 换掉 然后再潮再换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整个听下来 我也对他们的志工很感动 为什么 他信心很坚定 也给他很大的信心鼓舞 然后方法又准确 所以他最后 你们也看到了 现在行动自如 是吧 好 那谢谢你的分享 医学中的一大误区 就是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异常不是疾病之因 有两个理由 首先 是因为它们与疾病一样 皆有体伤与热能不足所致 属果而非因 可是 果不生果 一级所有异常都不会产生任何症状 所以就像发白不会生出头痛头晕 面皱不会生出肤痒溃烂一样 狼尾炎也不会生出肤膜炎 胃溃疡或长沾炎也不会生出肤痛肤脏 肝硬化也不会生出肤水 脑溃血或脑梗色也不会生出昏迷偏瘫口眼歪血 心血管堵塞也不会生出胸闷胸痛心悸 心肌梗色也不会生出昏迷处死 癌肿瘤也不会生出倦怠暴瘦疼疼痛 更不会导致死亡 若是果可以生果 则如同不需父母孩子本身就可生出弟妹来 一颗苹果也可以生出同一树上的其他苹果 甚至香蕉葡萄来 这岂不是天下大乱 因此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即果生果的观点 本质上是导果为因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 所有症状皆由体伤直接导致 即体伤这一种因可导致多种症状之果 例如 头部体伤可导致头痛 眼干 鼻色 耳鸣 牙痛 面麻等所有头面部症状 也就是 一阴多症 但是 将异常当作疾病之因 就会认为 一种症状可由多种异常所致 如认为痛症可由异常形态 如肿瘤 骨刺 椎间盘突出 结石 溃疡 粘连 发炎等 或异常指数 如高尿酸 高血糖等引起 也就是 疑症多因 疑症多因 则余理不通 这正如一个母亲因 可生出很多孩子果 而一个孩子果 果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就好像老大老二都是妈妈生的 两个都是妈妈的果 不可能老大会生老二 或老二会生老大 那 了解我的意思吧 这个果生果理论是不通的啦 实际在临床上也说不通的 我们刚刚也放了一系列的 也知道 原来这些异常跟疾病症状 有没有关系 没有 完全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从理上说也说不通 从事项上做也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通的 那第二个理由 当然这就讲的也是蛮直接的 就是第一个体伤一个因 可以导致很多症状的果 有没有 很多啊 像我们头部体伤这里举的 很多症状就可以出来 但是你这个因只有一种 耳后 你揉一揉 这个头部的任何症状都可以改善 所以我们称为怎么样 一因多症 但西医刚好相反 它什么 一个症 一个痛症 背后就有什么样 很多原因 也许异常形态的 或是异常的指数 它都说可能会导致什么样 这个痛症 那这样变成什么 一症多因啊 这个一症多因 会带给民众怎么样 恐慌 因为当我头痛的时候 我就会胡思乱想 哎呀我这个头痛是什么引起的 会不会要命啊 会不会怎么样 有没有 然后乱想之后就开始怎么样 做检查 做了很多检查 哎呀看看能不能找出 我这个头痛是什么引起的 会不会这样 一定会 那这个政府和西医药 就是它越做检查 它当然更好啊 但是问题检查出来这些异常 是不是这一个病症的因 是不是 我刚刚放了那么多案例 你们应该看懂 是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 那既然不是又做了这么多 又有一个风险来 万一啦 你今天头痛 它检查出来 哎呀说你脑血管怎么样 那你怎么样 又要吃药 那万一说你头部 长出一颗脑瘤 是头 引起头痛的印 你会不会相信 你们现在当然是不相信啊 如果我 你们没有听过我的课 你们信不信 信 一定信 那结果西医本来就不会自头痛 因为我说 那个揉一揉就可以 要找开关揉嘛 但西医没有概念啊 它都找什么 异常 那现在好了 好不容易它找到你的异常了 那现在 根本它就转移你的焦点 它不会说我治疗你的头痛 因为你的头痛是脑瘤引起 所以我要自你的什么 脑瘤 事实上你们现在已经知道 痛跟脑瘤有关吗 没有 因为它只要揉一揉就好的 结果变成 你本来要治头痛 最后变成搞到治什么 脑瘤了 然后本来不用开刀的 变成怎么样 要开刀 而且开完刀 能结束吗 不能 它还放不过你的 它会跟你讲 手术后还要化疗 那化疗接下来种种的痛苦 你都要承受啊 那化疗完 有时候又没好 它还会继续跟你讲 那要不然垫垫看 那也是痛苦啊 这个你要讲 接下来的种种都是破坏性 怎么会一个头痛搞到这么严重呢 你们了解吗 所以这个一症多阴跟一阴多症 差别有多大你知道吗 一个让你安心 反正我所有的症状 就是一个阴 什么阴 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我为什么昨天讲 你们如果听懂 你们遇到疾病会不会害怕 不会害怕 那如意柔温敷就解决了 那病到什么程度 我心里也会跟你 会不会死人 我也清楚 那不会乱听医师说 哎呀这个肿瘤 不处理会死人 你们不会害怕 你们知道 体力好的不得了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一症多阴 问题就出现了很多了 就是哎呀每一种都要检查一下 你肚子痛要不要检查 检查啊 如果检查出胃癌 他就说胃癌引起了 长三年就长三年引起了 那盲肠炎就盲肠炎 胃癌就胃癌 胃癌就胃癌 你反正检查什么就是什么了 也就是配到什么异常 他就说这个是由他引起 那这个是好还是坏 你们自己想想看 所以一个医学越搞怎么样 越复杂 本来医学就是很简单 中医一针二丘三用药 就可以解决的 现在搞到还要用科学的仪器 然后来帮你 让你看不到的东西 来让你看到 看到之后 你是更快乐还是更恐慌 恐慌啊 以前没有看到肚皮里面的东西 是快乐的不得了 就像你本来自己知道 脸是很漂亮的 他每天照镜子 一天一天老气 你会快乐吗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我常常讲肚皮里面的东西 最好不要知道 他帮你遮盖得好好 帮你包装得好 好看得很啊 你干嘛要看到里面那些脏乱呢 你如果要知道 其实也很容易知道嘛 你看你的脸那一副长相就知道了 长的那一副德性里面 还会长出什么好东西来 其实原始点就是把复杂的医学怎么样 简化啦 那西医刚好相反是怎么样 把简单的怎么样 复杂化啦 我不知道你们脑袋是喜欢简单 还是喜欢复杂 但是有一句喔 简单赚不了钱喔 你看一个头痛 他们可以搞到脑瘤 可以搞到化疗手术 我们这个呢 很老实的就是揉一揉 然后温敷 红豆袋姜汤喝一喝 能拿多少钱 对不对外面那些 顶多也是很少的嘛 但何况我们做公益 根本连这个钱也看不上嘛 我们就服务你就好了嘛 是吧 因为简单 我们确实也想帮助人 那复杂 它唯一的理由就是怎么样 为了怎么样 为了赚钱 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 商业化嘛 因为越复杂的 它越容易有庞大的商机 讲白了就是 那一丁点功夫还能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简单 对大家是好还是万 好 绝对是好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真的很简单 假的很复杂 我常常引用那个 《黄帝内经》里面 讲的一句话 知其要者 一言而众 不知其要者 流善如穷 他说如果你知道要点 融会贯通的话 一般一句话就可以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能融会贯通 知道里面的要点 你越讲喔 越多 然后越多越离体了 流善如穷了 西就是怎样 本来一个体伤而已 揉一揉就好 他越讲越怎么样 复杂越离体了 正被《黄帝内经》这一句话讲中 所以我说真的 其实不用很多话 所以为什么医学西医要讲七年 为什么 就是复杂化 然后讲得越离体越专业 让大家所有人搞不清楚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啦 那原始点呢 唯一的理由就是把它简单化 所以我可以把三天多 我就可以把很繁复的医学怎么样 讲完了 而且讲完你们不但听得懂 而且可以用 这才是真正的医学 那七年学完了是不是能够用 他们还要实习喔 还要去医院这样慢慢升级喔 然后累积很多经验喔 是吧 是啊 所以如果知道你再想想看 这样原始点如果应用在医学上 可以省掉多少的医学交易费用 之所以医生会想 让从医院里面 病人身上 然后有得到一些他应有的薪酬 这个想法是对的 因为你看他们读了七年的书啊 花了那么多投资成本 那当然有一点回收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如果我们把教育成本减低了 这样医疗能够很快速的教会大家 比如原始点 理论也简单 手法也简单 要教也很简单 只要能够这样有秩序的来培训 我相信要把大家培养成很专业 我认为不难 那这样可以省掉多少教育的成本 那因为你们学的也容易 怎么还会想去把那个什么 希望从患者身上 捞一点钱回来 这种想法除非没有良心 那不然怎么可能呢 它没有什么成本嘛 然后教了也会嘛 所以我认为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 所以医学的教育一定要怎么样 简化 简化之后然后又能够落实 那这样唯一的理由就是 把所有的疾病慢慢找到它真正的源头 那真正的源头是什么 就是一因多症 你找到那个因最关键的点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因最关键的点 按到原始痛点 我们才有办法厘清很多事情的真相 比如这样就可以看清 原来症跟状是不一样的 原来它们的体伤位置也不一样 然后再进一步看穿了 原来症跟异常更不一样 它们两者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如果我不是这样一如追 追到最源头 也就是前面我没有花五年的功夫 把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找出来 后面的理论很难再成立了 所以我一路这样读 就是在研发的过程中 我感受很深 还好 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它就像打钱的马步 马步蹲不好 你打出来的钱 锈钱花 花腿 那个没有用的 没有实际应用的 那就是因为扎实 所以能够怎么样 把症跟状一一做出来之后 然后分得分门别类 分得很清楚 那这样就可以像一个怎么 照妖精 很快看出医学的问题 不止中医的问题 更多是西医的问题 那大家看得越清楚 对大家是越有帮助还是越没帮助 当然有帮助啊 你们不会被错误的资讯怎么样 迷惑 然后你们会选择 对自己有利的去做决定 所以原始点我感受很深 我今天跟你们讲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医学 能够讲到这么清楚 所以我常常讲原始点是做出来的 因为做出来我才一个一个做 哇累积那么多案例 你看世界各地的案例一直寄过来 我一一分析 然后把它归类 我终于清楚了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异常跟疾病的症或状 完全是无关的 现在要讲的 异常也不是疾病本身 如果是疾病本身 它本身就应该是有症或状的表现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 至于异常不是疾病的理由 是因为异常既不是疾病症的不适感 及体力虚弱 也不是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而是自然规律所呈现的衰老败坏现象 且随着体伤与热能不足的恶化 身体会加速老化败坏 出现更多的异常 那么通过补充热能 改善体伤 所以异常是否都会恢复正常 这并不一定 因为身体随时受到激饱 动静 情绪 环境 以及疾病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衰老败坏程度各个不同 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 仍会有个体的差异 这些差异 无论如何努力改善 有些仍会超出正常标准 而被视为异常 但这些异常却非疾病本身 正因为异常既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异常与疾病之间无因果关系 所以仪器检测出来的异常 不能反映健康的真实状况 这就是常见身体有病 检测结果却正常 身体无病 检测结果却异常的原因 好 这里 大家一路念下来 应该已经都清楚了 它既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什么疾病本身 那跟疾病有什么关系 没有 因为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仪器检测的异常 能不能检测出我们的健康真实状况 就不能了 所以我在前一堂有讲到 西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将异常跟疾病怎么样 混在一起 也就是老病不分 然后使病人怎么样 变多 我有没有讲过这一句 有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你看越治病人越多 就是因为老病不分 因为你老的东西 你把它当作疾病灾医 那永远治不完嘛 难怪每天医院都刻满 排不进去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 其实医院不会那么每天刻满 因为很多病是不需要治疗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如果民众知道 我相信大家在说 哎呀这如何减轻医疗成本 有没有 这一下子就达到一个观念而已 如果大家了解真相 所以这个观念太重要了 我常常讲喔西医喔 从我们早上一路讲下来 我们说西医人治病的症或状 他真正人治的多不多 不多 他症 连简单的疼痛痠麻 痒脏悶 这些他们都处理不好 麻 手麻 就跟什么异常有关 完全无关 你们现在也知道 那一个痛也跟异常无关 连症也没办法处理 那状他们就用砍了 像黑脚阿嬷就砍了嘛 那么他们也不会说 哎呀用灸或用药来补充热源 像我们的红豆袋阿 软软包阿 甚至喝姜汤阿 他们也不会 然后这样的结果呢 民众要去承担 所以我说 他既不能解决 我们真正大多数的症或状 然后他真正帮我们解决的是什么 异常 哇他对异常就很厉害 那刚好中医的灶门就在什么 异常 所以我才说 这一场怎么玩 中医难怪会越来越衰败 那你们很多早期的人都说 哎呀西医是科学仪器 那引用科学仪器就是科技 就是进步 这个有一个陷阱 科技的进步 不代表医学的进步 也就是仪器再先进 不代表这个医学是怎么样 好的 是进步的 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但以前 早期还有人说要把中医灭掉 有没有 很多回国学人啊说这个 根本就是他以为科技的 就是进步的 这些仪器设备就是先进的 先进代表是什么 进步的 那你没有这些就是落伍的 你还把脉还是什么 都是传统的 哎他们是这样想法 那你们现在已经了解真相了 原来真 真的能一真就是经络穴位 是可以解决我们的症 那揪根药竟然能够解决我们本处体相 如果从这样来看 真正能治病的 我回归来说 如果你们了解异常了 那你们对中医 会不会更有信心 一定会 因为我到处演讲 都开始问 哎呀你这个急性病 会找中医还是找西医 就像你们的反应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说会找西医 不会找中医 那所以我 我不是说吗 我在台湾也是这样问 刚开始也都是这样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再调查一次的时候 我说你们以后生病 不要说急性病啦 任何的病 你们会找中医还是找西医 经过我这一讲解 他们都说我要找中医 有九成刚好相反过来 所以我早上不是讲一句话吗 中医要复兴 先决条件 一定要原始点先站起来 因为中医这么久没有办法 把这个问题理清啊 原始点已经做出来 而且把中医优缺点 还有西医的优缺点 都能够讲透了 那这样一讲透 反而大家倾向看中医了 那你中医要复兴起来 你一定要先让民众了解嘛 让对他了解医学的真相 对中医怎么样 有信心民众才会去找嘛 找医师才会有稳定的工作嘛 这个是必然的 要有这样 那但是理 中医的理如果说不透 很难啊 那个漫漫长路 还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我说这一篇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讲透 那西医还是可以玩 十年后百年后还可以玩 那也就是简单的讲 我承认科技是进步的 也就是他们利用科技是先进的 但是我必须要谈的 西医的医学概念是落伍的 所以医学的概念跟仪器是 不能画等号的 我讲到这样 你们清楚了吧 以影响到生活作息 从因治疗无效的情形下 才可从国下手 治疗此异常形态 这一句特别提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说异常跟疾病都无关 也不需要治疗 但有一种状况可以处理 可以治疗 什么状况呢 已经这个异常 已经影响到生活作息 这样看 这句话是一个比较抽象 那具体怎么来辨别 还是要用案例来说明 那我们现在来放一个 温哥华的案例 一点不同的 一点都不同 不处的它也不一样 不通不一样 不通不一样 其实我平常的活动 也不会影响我的活动 我还在上班 我一个星期打羽毛球 两次到三次 我还要跳舞 我以前是跳舞的 现在也可以跳舞 当然灵敏性 没有以前那么好 所以其实对我日常生活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可是已经死了两年 三年多了 所以这一两年时间 我中 看过我中思医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看那个庄 他们解释就是 我自己体内的免疫能力 自己供给自己的皮肤 所以都没有症状 就是难看 就是难受 好 这个西野解释 这个是自己免疫系统怎么样 攻击自己 自己会不会攻击自己 不会啊 它老是让我们怎么样 很不安心我们的身体 好像身体都会造反 啊 这个 别人对你可能会不好 但是身体怎么会对你不好 对吧 这个不能这样想 但说实在西野有没有办法治疗它 你认为有没有 你们说没有 你们太小看西野了 它怎么会没有办法吗 他们对异常是这样 砍了就不见了吗 那不就好了咩 你们太小看了 它是可以的 只是患者不愿意而已啦 但是如果这个是 长在体内的时候 它就有办法说服你 今天是长在体外 你们可以抗拒 如果长在里面肠子 那样一粒一粗一粗 它说肠息肉 你如果便秘就是因为它引起的 要割哦 你们再长的肠子 都愿意给它切来切去 是吧 你们会不会 一定会 体内跟体外你们是有两套标准 就像我问你 我这个鼻息肉长在外面是病还是老 你们说 哎这个是老 那放在里面 你们有些人就说 那这样就是病了 有没有 因为你们里外就是被 已经被医学怎么样 洗脑了 哎 所以你们不了解 原来还是异常嘛 在外也是异常 在里面也是异常 外不处理 你当然也不需要处理 好我们来看那个 这个鳄鱼皮 再让你们回忆一下 皮肤病案例 脖子皮肤痒像鳄鱼皮 右脚酸痛 严重静脉曲张 过去十几年来看中西医 吃了药抹了药膏 都没有办法改善皮肤痒和脚酸痛 最严重时皮肤痒到睡觉爬起来抓 另外脚会酸痛到不能久站 还有伤口不容易好要去穿静脉曲张袜 2012年10月12号开始学习原始点 直到静脉曲张不会造成脚酸痛 就不穿静脉曲张袜 还有自己因为在快餐夜工作 每天吃了两份餐饮 都是含粮物 如炸鸡 汉堡 色拉 饮料喝的是柳橙汁 冰拿铁等等 加上日夜颠倒 没有运动而失去了健康 现在每天两斤姜熬两次 煮成四碗 口渴就喝 三餐吃的饭菜必加姜或辣椒 白天温敷头部和臀部原始点 约六小时 晚上睡觉用电热毯温敷 运动几乎每天固定爬 捷运站楼梯 四层楼15至18趟 一步都是跨三四台阶 一步四阶 为了拉臀部的筋 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 脚酸痛减少了 脖子皮肤也快好了 2013年10月3日 2015年1月19日 前后473天 2014年4月19日 参加46楼登高大赛 成绩为9分33秒 2015年5月3日 参加101国际登高赛 成绩为21分16秒 肿瘤头部两倍大案例 20多岁开始脸部左侧长肿瘤 经历40年左右 肿瘤已经是头部的两倍大 7.46公斤 我问各位 这个够大吧 会不会影响到生活 会啊 我看他连睡觉 都可能要摆个特别的姿势 对不对 才睡得着 确实然后走路太沉重了 但是喔 这个图也说明了一个 它是非洲的喔 那你看医疗比较落后 所以才可以让它长到这么大 如果万一放在国内喔 早就被割了对不对 那可能还在化疗 可能也不可能活那么久 可能一年就被玩完了是吧 那就是它也没有什么治疗 所以让它慢慢长 长到这么大 哎 结果有一点也不会死了 你们有没有注意 四十年的不会死 只是怎么样 生活的很辛苦而已 所以肿瘤这么大 它跟症与状有没有关 没有啊 它也没有破皮流血 也没有造成它头痛头痛 但是沉重啦 只是这样 那已经影响到生活作业 这个情况我建议可以处理 就是这样的标准 好 那我相信这两个图比较下来 你们应该已经清楚了 那我们再把最后的一段念完 总之 异常只是衰老败坏的现象 它们既不是导致疾病症状的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医学要解决的是疾病而非异常 如果为了解除症状或检测正常 却将异常当成治疗对象 他就犯了导果为因 而说疑症多因或果生果 于将异常当成疾病的过失 如此不仅违反了自然规律 而且超出了医学范畴 好 最后一句 也是我对西医的看法 也就是这样 他把老当作病在医 已经违反什么 自然规律 因为老要不要治 如果老能够治 那天底下就没有老人了 是吗 就不会有什么 脸皮皱白头发 这些如果都能治疗 体内的老化当然也不能治疗 所以你肿瘤割了 当然它会长出来 这个割不完的 所以这样我认为 医学是要解决疾病 他却把老也在治疗 已经超出医学怎么样 犯愁了 而且违反自然的规律 因为老不可能治得好 如果老治得好 没有天底下没有老人 那这个还算人间吗 这个已经算天上了 没有老人耶 都年轻漂亮了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